接下来的议程为2点10分 在第一会议室的 从Binary Researcher到BugBounty的自负之路 大家想会生活拼一把吗 那说到BugBounty 大家可能只有想到跟网站有关的漏洞 但在BugBounty的领域中 其实不只Web 还有更多不同面向的BugBounty 这场议程就让我们来看看 讲者如何从Binary的角度 看待BugBounty 并带领大家通往自负之路 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 Chapa Security的讲者Less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Less 我今天的主题是 从Binary Researcher到Bounty Hunter 自负之路 这次的演讲可能技术的成分 会比较少一点 主要是在介绍跟经验分享上 过去大家可能比较有印象的 会是网站类型的BugBounty 我这场演讲主要就是想要分享一下 我过去几年作为一个逆向工程专家 去参加一些Binary类型的Bounty Program的经验 不是要教大家怎么赚钱 只是过来分享一些觉得蛮有趣的经验 因为Binary这一块的Bounty Program 可能是比较少被提及讨论的 好那我接着自我介绍一下 就是我平常在网路上常用的ID是Less 那我目前是一间资安新创公司 Chapa Security的共同创办人 然后我目前负责主导 Research Team这边的研究部分 好那我们研究的项目主要包含 Windows Mobile或是IoT相关的一些研究 对那我们最近在招募Researcher的Intern 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摊位 或是等一下可以扫一下我们的QR Code 来聊一下这样子 好那我自己主要熟悉的领域 是逆向工程跟漏洞研究 然后我前两年也有上榜 那个微软的MSRC TopicBuy 然后也回报一些高危漏洞 给一些国际的知名公司这样 然后再来是我现在是一个 退役的CTF选手 以前常打CTF 但是现在已经打不动了 对然后有拿过一些国际的名词 然后打CTF之后也跟队友有成立的 那个Pombo打TW 是一个台湾的 目前应该是台湾最大的 Binary Exploit类型的World Game网站 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能可以挑战一下 好那我 我今天的演讲大概分为几个部分 就是首先先会聊聊 就是我开始做Bounty的契机 然后接下来会介绍各大搬运类型的Bounty Program 那再来我会分享一下我曾经回报过的漏洞 还有拿到的奖金跟方法 那最后会分享一些根据我的经验整理出来的 回报时的技巧 好那Bounty是什么 这个应该我想我应该不用太多 多做解释 这几年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有听过类似的分享 那基本上就是开发商他去提供奖金给发现软体漏洞的 一些研究员的一个奖励计划 好那大家对于Bounty的印象可能比较多会是 像是天才骇客入侵网站得到高额奖金 这种常出现的新闻报道 对那像是台湾可能也常有那些不小心上新闻的骇客 然后或是一些国外的大学生高中只能去 不小心骇入网站 然后那个公司就发给他很高额的奖金 对 就几万美金几万美金这样 我看到每次看到都很羡慕 好新闻说是天才 可是就是前阵子也有一些争议 就是内政部有计划要举办一个数位身份证的Bounty Program 那就有陈大的教授跳出来说 就是赏金猎人这个东西根本就是质安弱智 对觉得骇客不可能为了区区几百万的跳出来参与这个东西 然后底下的回复就是更表示说 一听到赏金猎人就觉得很白痴 就是到底是活在哪个平行时空人想出来的方法 那我当初看到这个讨论的时候就想说 不然我就来讲一下就是 到底是哪一些白痴在参加这个活动 对就是我 好那开始说一下我对BugBounty最早的一个印象 最早一开始大概是在2013年的时候 就是看到我们的ORANGE大大 看完ORANGE大大的打进Yahoo 哇靠 超屌的 然后就是那时候觉得超厉害 就是打进一个大公社网站 然后你还有钱拿 就整个羡慕到不行 然后就觉得说 可恶我长大也要当ORANGE 那接下来几年就是 各大企业就开始推出 就是针对自家网站的Bounty Program 那在2016的HitCon ORANGE也就是去分享了他 打遍各大网站 然后领奖金的经验 就是这个家伙就是 连搭个Uber 大家就可以拿到10千美金的Bounty 莫名其妙 然后我整个就更羡慕 就是我长大也要当ORANGE 那听完演讲之后 我就想要跟ORANGE一样 就是我要赚钱 我要当駭客 然后就是我马上就打开HitCon 然后HitCon跟BugCrawl 然后发现上面的目标呢 就是大部分都是网站 于是我逛一逛啊 我就发现 上面有一个我常用的网站 然后我发现它有BugBounty 然后我就花了一个晚上 在那个我常用网站上面找洞 然后于是花了一个晚上之后呢 我找到一个PonHub的XSS 对 大家就是可以先从自己常用网站下手 不过很可惜的就是 回报之后就是Duplicate 对 超失落的 那没办法就是 这种事情讲究天分的啊 我后来又陆续就看了一些网站之后 觉得自己对打网站这种web hacking的技术 实在没有什么天分 然后我就开始埋怨说 为什么就是你们打这些web的漏洞都有奖金 那我自己擅长逆向工程 跟Binary都没有钱拿 怎么这么不公平 那后来有一次就是 Orange听到我在抱怨之后 他就跟我说 哦 有啊 其实有啦 他就介绍了我一个就是 由路由器厂商那一Gear推出的一个Bounty Program 那他最高就是上面写说可以拿到一万五千美金 那我整个精神都来了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刚好在日本玩 然后我就迫不及待 直接在那个回台湾的飞机上面 下载任体 然后马上开始看 然后下了飞机之后 我就有一个洞 然后我最后就成功串了两个Nagear的Pre-Auth的RCE 对 然后虽然其中一个Duplicate啊 但是我最后还是顺利的拿到了 就是我的第一笔奖金 就是一千五百元美金 虽然原本以为可以拿到一万五 但是因为就是厂商说 就是你要是在Default Setting 没有开外网的时候 打进去才有 但总之可以拿到钱还是很开心 就是拿到第一笔奖金之后 就是我整个十岁之位 我觉得哦 开关被打开 就是发现逆向工程也可以拿奖金 超棒的 就我就从此就开始 这个赏金猎人之旅 但是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Orange 但是你要找到自己的路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于是我这两三年就开始用一些闲暇的时间去 回报一些漏洞给许多不同的Bounty的Program 对 那我接下来会分享一些我的经验 好 那在参与这些Program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了 就是跟一些Web 类型的Bounty Program有点不太一样 像是这里有列了几项嘛 第一个就是最明显的就是门槛比较高 就是Web 入门你可能最简单就是一个XSS 就是连我都会 那Binary 的话就比较麻烦 就是你可能需要掌握的知识比较多 像是你要会C++ 你要会足语 你要会逆向 你要会用逆向的工具等等 那不过Binary 来说的话 它的奖金上限通常会比较高 就是 像我之前举的例子 你可能打进一个网站可能才数 一两万美金 两三万美金 那可是Binary 可能会发到像是数十万美金 甚至上百万美金都是有机会 那第三个就是规则上的差异 就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Binary 类型的Bounty 它其实不太需要你去提供一个完整的漏洞 甚至不需要你提交的东西是可以打的 这个部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地方 那最后就是修补方式也是有差异的 就是你打网站的话 通常厂商会想要赶快紧急地修好它 然后修好之后赶快叫你帮它检查 那Binary 类型就是软体类型比较不一样 它的做法比较像是 你找到这个洞回报给我 我先给你奖金 然后我再慢慢花三五个月去把这个洞修好 然后再发一个新的版本 然后通常这个新版本又没有修好 就会再被打一次 这是我觉得一些比较显著的差异 好 那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下 就是到底有哪一些Binary类型的Bounty Program 就是给一些做Binary的同学们参考 好 第一种我称它为慈善机构系列 就是这边指的不是原厂 但是它会花钱买你的bug 买你的漏洞 可是它是做好事的 它是善良的公司 那我第一个要介绍的慈善机构 是趋势科技旗下的ZDI 我发现每次讲到ZDI 这间公司其实很少人知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它其实原本是HPE底下的子公司 然后在2015被趋势科技买去了 那他们在做的事情主要是 它会去收购各种软体的漏洞 就是各大软体的漏洞 他们都会收 像是Adobe啊HP啊 或者是你常用软体 或许他们都会收 然后你可以去看他们网站上面的列表 它会列出最近有哪些漏洞 你就可以知道说 他们会收购什么类型的软体的漏洞 对 那我这边有放一张图 你可以看出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厂商 好 那他们的做法是 他们收到这些漏洞之后 会把这些漏洞的像是Pattern 或是一些资讯 整合到他们自己的IPS的软体里面 然后去进而避免他们的客户 受到零点的影响 然后鼓励研究员去回报漏洞 就是达到一个双赢的效果 那同时ZDI也是碰碰的主办方 那回报漏洞给ZDI有几个优点 就是首先就是 它不会要求你给完整的Exploid 只要是你的PoC是有机会变成 Exploid的 它基本上就会收购 例如说什么OB或是Overflow UF 那你不知道它能不能用 那基本上也没关系 就是它通常都会收购 那回报之后ZDI会给你的报价 你可以选择这金额你满不满意 不满意你就拒绝它 然后再来就是回报给他们之后 他们会负责去跟原厂沟通细节 就是你不需要烦恼去跟原厂沟通的部分 然后它还是会保留你的Credit 就是你的CV的Credit 可能会变成谁谁谁 Walking with ZDI这样子 然后他们偶尔也会跟一些研究员去发表一些研究的内容 或者公开一些漏洞的细节 然后再来就是它有积分制度 就是你 有点像航空里程 就是你等级越高 然后你挖漏洞回报之后赚到钱更多这样 总之ZDI是一个非常不错的program 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考 对 那不过ZDI它也是有一些缺点 它的缺点就是 首先就是它漏洞的奖金比较低 就是每一个洞大概是数百到数千美金 根据产品的 产品跟严重程度的不同 对 那它另外也有一些TIP program 就是针对一些特定的软体 主要是针对一些像是 Nginx 啊 Apache 这种影响力比较大的 对 那这两年他们也开始做 针对Train Michael产品的bonus 对 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 它每天都有非常多的漏洞 要等待他们审核 就是你今天回报一个漏洞 你大概要排个四到八周的 排队排四到八周 他们才会开始处理 对 然后自从疫情开始 就是大家待在家里挖洞 然后他们就处理得越来越慢 其实蛮困难的 我怕我这场讲完又更慢 好 然后第二个我再来介绍一个 算是类似的program 这个program叫做SSD 然后它的模式有点类似ZDI 它自己啦 它自己是说 它们的business model是 它们是一个桥梁的角色 它去收购零费 来让企业降低他们使用的产品的风险 产品使用上的风险 然后让他们可以预防 进行对漏洞的预防 然后收到漏洞 他们会回报给厂商 让厂商去做修正 然后同时 他们会提供奖金给 回报漏洞的研究员 就是达成一个三营的效果 这是他们说的 但其实我们通常会对这种 就是把exploit去转售给第三方 第三方公司会有一些concent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program有兴趣 也是可以自己去询问他们 细节上是怎么处理的 怎么处理你的漏洞这样 那它也跟ZDI一样 它也有举办自己的台课大赛 这是Typhoon Pong的主办方 然后SSD SSD的优点 就是它的奖金会比较高 因为它受的是exploit 那它同样也是你不需要去跟Van的沟通细节 就是SSD会帮你回报 然后这一部分是跟ZDI类似的 再来的优点就是处理速度比较快 还有就是有推荐奖金之类的 金额也是很不错的 不过它的缺点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它有完整的exploit 然后再来就是它有限制目标的范围 那基本上就是会根据他们客户 企业客户所使用的产品去变动 好 接下来我要讲就是有钱老爸系列 就是讲一些有钱的企业的提供的Bounty Program 就是所谓的干爹们 首先就是微软爸爸 就是微软爸爸的Bounty Program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它的产品多 所以Score很非常广 再来就是金额非常有诚意 它最高的项目可以开到 它会给到25万美金 然后也实际上有发出去过 就是大家不要以为这种很高金额的奖金 是拿不到的 就是实际上每次都有人拿到 对 那同样的就是 微软也不会要求你回报的时候 要做完整的exploit 你只要有POC 然后你报告不要乱写 通常都会拿到那个项目的最高金额 然后它针对少数的项目 如果你有写出exploit 所以是会有bonus的 然后还有微软一个比较独特的优点是 你如果跟别人撞动 只要是在patch的时间以前回报 你还是会拿到credit 那如果是跟他们内部撞动的话 他们会根据你的报告内容去决定 要不要给你一些钱这样 非常不错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有一些小福利啦 就是像是有那个hold of fan啊 然后跟小礼物之类的 然后每年在Devcon跟Bladehead在那个Vegas 他们常会办些party会邀请你这样 对 那我觉得最棒的福利其实是 如果你有上榜他们的top100的话 你就会有很多免费的windows产品的序号可以用 其实这也是我之前去挖他们的动力之一 贪小便宜 好 那这就刚刚讲的啦 就是如果你每年回报漏洞分数 在世界的前100名 微软就会在Las Vegas的Bladehead的汤位会场 就会租一个大板子 然后上面写你的名字 其实蛮酷的 然后我有一年就特地跑去跟那个板子拍照 跟自己的名字拍照 那一年刚好有上吧 然后他们无聊的时候 就会寄一些小礼物过来 像是之前疫情的时候 就会寄一些什么消毒液啊 一些有的没的 然后听说以前会送笔电 然后可是后来就变成送外套 反正就是觉得蛮贴心的 有点跟那个阿嬷很像 就是常会寄一些小东西给你 那微软好归好 就是它还是有一些缺点 就是我自己的经验是 就是他们不同部门之间的风格 其实不太一样 就是有一些产品就明显处理速度很快 然后发钱很大方 然后有一些人就很小气 然后又积极歪歪 就是差异蛮大的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有点像公务员 就是不太跟你讨论细节 我觉得这可能也跟产品 产品是必远的有关啦 就是他们不太会跟你讲一些产品内部的讯息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对目标的定义有点怪怪的 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很重要的 Extrange Server 在今年4月以前 它其实是没有bounty的 也就是在打下它的C 是没有bounty 是没有起 那今年终于新增了啦 但是上线也只有2万美金 就是明显的不平衡 就是这个问题 我有跟微软的一些人讨论过 他们的说法是 原因是因为就是 bounty program这东西 是需要各产品部门 自己去跟老板提出的 那所以才会造成这种 每个产品的bounty有落差 或是某一些产品没有bounty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可能是前两年它被写洗 就是大家刷太多的洞了 它最近有点变保守 就是最近就常常改规则 或者是降低金额 对 然后刚刚说那个微软的scope很大吗 就这些是我刚提到的 Binary类型的bounty program 那基本上他们的上线金额都非常高 就是从25万到最低有1万5 就是一些常见的产品 像Windows、Hyper-V 然后Edge、Office之类的 那我这边挑三个 我觉得不错的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Hyper-V 然后Windows Insider Preview 跟Edge的bounty program 首先是金额最高的Hyper-V 就是Hyper-V是微软推出的虚拟机 然后因为微软的Azure的云端是Based on Hyper-V的技术 所以其实Hyper-V的影响程度是很大的 出问题会直接把他们的 就是会影响到他们整个云端 所以也是微软目前最重视安全性的产品 然后它的VM Escape最高奖金会给到25万美金 那25万美金就是你要包含Working的Explory 然后就算你只有PoC 没有写出Explory也是有20万可以LIG 然后LIG跟DOS也有一两万美金 金额非常不错 然后也不要以为都没有人拿过 就是只有中国人拿过蛮多次的 然后这三年也都陆续有人拿到这样 然后几年前啊 就是大概2017年吧 就是有稍微看过Hyper-V 那当时看完就觉得这东西怎么可以有动 它写得超好的 那就是钱哪有那么好赚 然后但是就是事实是过了很多年 就是每年还是陆续的有出现新的漏洞 像是2021跟2022都有出现Hyper-V的RC 那也是都是拿了20万十几万的邦体这样子 所以就是永远不嫌晚 大家有找有机会 大家今天回家就可以开始研究Hyper-V 比较小 真的啊 然后你看这个就是从2019到现在 还是有十多个Hyper-V的VMEscape 当然奖金这么高就容易出问题 就是常常出现一些争议啊 就是去年就有一些研究员 在Twitter上面抱怨说 诶 我明明就回报了就是Hyper-V的 就是可以用的Explorer 可是最后只拿到五千块 那微软就说啦 他们其实呢 在意的东西是会不会影响到Azure 就是Hyper-V预设开启的功能 他不一定会影响到Azure 对 那在这些争议之后 他也更新了一些规定这样 最后整个Hyper-V的规则越加越多 就是这就是我讲的 就是我觉得是他们的一个缺点 就是一直改规则 然后再来就是介绍我自己最喜欢的 insider preview的邦体 虽然他要求说你要在preview版本是可以触发 但其实大家都是直接挖Stable版本 然后再拿去preview版本跑跑看这样 对 那当时一些可以远端触发的Parser 每一个PoC都会给到三万美金 然后像是Service或Kernel的LPE 的PoC是给到两万美金 就是你只需要PoC你不需要Explorer 就有两万跟三万可以领 那就我所知在2019到2020这两年 整个就是掏金热潮 就是大家应该都赚蛮多钱 就主要是漏洞真的太多 然后这两年有一些像是Junction Junction类型的利用方式兴起 那很多研究员开始学习微软的系统服务 那他们一次回报都是一整排的 那这边每一个都两万美金 对 那你会发现都是同一个人领的 那他们这两年研究员真的是领蛮多钱 那我自己在这个项目也领了蛮多钱 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项目 那太好赚他们不行啊 于是微软在2020年终于改了规则 就是大幅的调降金额 然后提高难度 就是刚刚讲LPE的金额缩水到剩十分之一 那也造成一些骸客很不开心 就是大家干脆直接公开 但是我觉得就算是RC从三万变五千 你有一些parasal的crash能拿五千枚 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还有就是难度大提升 就是像是最高奖金的项目 变成说你要是pre-auths的 no user integration的漏洞 那主要会是像是protocol类型 那难归难还是有人拿到啊 就是今年马上被刷一牌 就是中国研究员Yuki Chen 直接刷一牌 对 所以我现在想当Yuki Chen 那不过实际你去看微软每年的报告 他们发出去的金额来看 他们其实这三年发出去的钱几乎是一样的 像是2020 4.1台币 然后2021到2022 金额几乎都差不多了 这是巧合吗 我不知道怎么认为 就或许跟预算有关吧 但你也可以发现说他每年花这么多钱 其实那个投资在邦体上面的金额是非常高的 然后下一个介绍的是五位 我也蛮喜欢的program 就是针对微软新版Edge旅软器的邦体 那经过几次的来往 我对Edge Security Team的评价非常高 他们处理速度跟奖金都令人非常满意 然后目前Edge的新功能 正在源源不觉地冒出来 然后奖金也比Chrome率也高一点 缺点是他没有open source 他没有完全的open source 所以你要研究比较困难 但我觉得目前还是蓝海 大家今天回家就可以开始研究Edge 好 微软介绍完了 接下来我介绍第二位爸爸 大家熟悉的Google 那Google一样金额很敢开 像是Pixel的安全晶片开到100万美金 虽然也有人说那个东西是广告效益 拿来做广告 对 不过他每年发出去的金额其实也越来越多 那到2021年 他那一年已经发到了800万美金 那相较于微软的公务员个性 Google给我的感觉是比较公开透明 那当然这也跟他们的软体是open source的有关 就是他们能比较用开发者的方式跟你去讨论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有些好玩的项目 像是譬如说他可以借你的机器跑father 那你找到漏洞也是有奖金的 还有或是你写patch也有机会拿到奖金 然后还有像是如果回报 回报的时候你找出受影响的commit 我记得也是有bonus的 然后再来就是像是捐款的 会帮你double 还有一些像是跟微软差不多的销利物 跟holdfam这样 那Google的缺点目前我还没想到 我觉得它基本上是一个完美的bounty program 那我这边简单介绍几个Google 跟bindery有关的bounty program 基本上就是android 然后chrome跟google play 另外也比较特别是kctf 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比较了解chrome跟kctf 那chrome最大的优点就是chrome跟chrome 在处理上是非常的透明的 就是工程师会直接开一个讨论串 然后在里面跟你讨论漏洞的细节 就是你有什么发现或是他有什么发现 都可以直接在那个讨论串里面去进行详细的讨论 对那Google一样 chrome你是不需要提供exploit 你就可以拿到钱的 那通常有一个exploit奖金会更高啦 像是如果你找到一个browser process的creation 最高也是有机会拿到2万美金的 不需要exploit 只需要POC 然后如果有exploit 可能可以到4万美金左右 对那他们的这些报告 在crbug.com上面的report 会在修复后的14天内公开 对这是所谓公开透明 就是你可以去看之前的人找什么漏洞 对那第二个是我刚刚讲到的一个叫kctf东西 kctf其实是一个google security team开发的一个kbis kbis-based的ctf的系统平台 那这个bounty program 它主要是想要去奖励那些 你可以绕过容器限制的exploit 像是透过linux kernel exploit 或是去实现nsgel 或是kbis的escape 那这个program它比较focus在漏洞的利用技巧上 就是你需要从他们的云端去 把去escape出container 然后拿到flag 就有点像ctf 对然后使用one day也是允许的 那最高好像可以拿到13万美金的样子 就是最近好像有把金额提高 最高是13万美金 好那接下来是第三个bar吧 就是来自韩国的神颂 作为手机大厂就是神颂 当然对手机的像是bootloader啊 trustone这种比较核心的元件上面 金额上限也开得非常高 就是上限有到20万美金 那除此之外 三星好像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优点了 就是一样有holdfame 我觉得是中规中矩的一个program 那它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 它修完 它修完之后释出配取才会给你奖金 大概就是要等个半年之类的 再来就是它的金额比较不透明 就是没有一个详细的规定 就是我们曾经回报一些类似的漏洞 然后有拿过9万美金啊 或是2万美金 1万5美金 但实际上都差不多 就是漏洞的利用跟种类都差不多 但是金额落差非常大 我在猜可能跟他们年度预算有关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让人不太开心的地方 就是它会扣税 然后税非常重 是22% 就是它是 譬如说你拿了一个9万的帮题 那你9万还要再扣22% 那像是其他的爸爸们都没有在扣税 就是 这会比较不开心 然后这是我当年跟同事参加 然后这是我当年跟同事参加 Samsung的Mobile Reward Program 然后我们有排到就是 Hot of Fame的前三名这样子 然后最后一个爸爸介绍一下Apple Apple在2016 他在2016 Blackhead上面公开说 他要开始进行Bounty Program 但是他一直到2019才接受公开的回报 对 那他针对手机的Bounty上线也开得非常高 就是 有开到100万美金 然后最近IOS 16 Lock-on Mode 甚至开到200万美金 但他的缺点非常非常明显 就是他非常封闭不透明 就是然后他在研究员之间的评价 其实不太好 就是很多人说你送 你回报漏洞给Apple 送出之后你只能开始祈祷 就是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收到恢复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收到奖金 甚至不知道会不会有奖金 对 那很多案例是他送出了之后 根本就没有拿到钱 然后于是决定直接公开漏洞 对 那现在很多人是干脆直接透过ZDI 去summitApple的漏洞 就至少有钱拿 然后Twitter上面也是有很多 针对Apple Bounty的抱怨跟新闻 那之前有个事件是Project Zero研究员 曾经邀请过Apple一起做公益 就是他自己没有拿过奖金 但是他想把他之前回报漏洞的奖金 跟Apple一起捐出去 但是Apple好像也没有回应 就是没有下文 对 反正Apple个性就这样 好 那最后一个虽然不是爸爸 但是我想要介绍一下Synology的 Synology的Bounty Program 它是我们台湾的优质厂商 群慧科技 然后他们目前针对NAS的奖金上限 开到2万美金 然后我跟朋友参加的经验是觉得说 经验是蛮好的 然后这几年有感受到他们产品的安全性 有显著的提升 然后现在已经成为在Pontum上面 就是有挑战性的目标了 所以我蛮推荐大家 有在使用群慧产品的 也可以参加他们的Bounty Program 去实际地看看自己使用的产品 有没有漏洞的存在 然后接着介绍应该 很多人想要达成的 就是一夜暴富系列 第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的Pontum 就是白帽骇客最高殿堂 就是拿0day去打软体或是手机汽车 然后每个项目基本上都是数万到数十万美金 不过它其实很难赚啦 就是你跟背后的努力比起来 就是超级难赚 然后主要还是为了名声这样 对然后赛制很残酷 你只要撞洞就没有钱 然后还有厂商常常在第一天 比赛前一天上page 对然后2020年就是开始可以remote参加 不然听说以前大家都是在飞机上面debug 然后就是你打下来的设备是可以带回家的 所以就是像某一年冠军就奖品太多 然后还好他们打了一台特斯拉可以再回家 羡慕 好想要当这个 好那Pontum他也办了非常多年 然后陆续发展出三种不同的版本 就是分为三种不同的版本 然后难度也不太相同 第一个是Pontum Vancouver 就是大家公认正统的Pontum 就是打的是浏览器虚拟机 Boys或是最近有那个特斯拉可以打 然后第二个是Pontum Tokyo 就是针对mobile手机 一开始是针对手机啦 可是这几年开始变得有点像Pontum IoT的感觉 就是有一些印表机啊Router 电视之类的 然后第三个是这一两年才开始举办的Pontum Miami 主要是针对公共设备啦 那它的难度应该是最低的 大家可以挑战看看 然后这是今年Pontum的结果 就是它大概发了80万美金的奖金出去 就是一个泰克大赛 然后第二个类似的就是那个SSD主办的 台风Pontum 那它是跟他们的conference一起主办 就是类似Pontum 但可能就没有那么精彩跟有名 但你讲竟然是很不错的 对 那像是有一年的conference 现场就是有iPhone直接被Pontum下来 然后他们就直接把它贴在 贴在那个电脑的萤幕上面 好 然后再来是类似Pontum的比赛 就是中国自己举办的 中国版本的Pontum 他们叫天府碑 那基本上它就是改进了Pontum的一些赛制啦 然后比较没有那么残酷 然后目标其实差不多就是流暗器啊 作业系统啊 手机之类的 那它也一样是跟原厂合作 或现场把漏洞的细节交给原厂 然后前两年他们冠军都拿了六七十万的美金 就是这几年他们规模已经逐渐超越Pontum了 对 再来提到一夜暴富 我觉得这边想提一个叫做Zerodeon的平台 那应该蛮多人知道这个东西的 它其实是一个漏洞的中盘商 然后它其实不是bug bounty 然后你会发现它收购的价格 其实远高于各个公司的奖金 甚至最高可以到250万美金 不过既然它是中盘商 你也可以从这个价格看出 其实市场的价格应该是高于这个价格 但我这边要告诉大家的是 就是不要随便把你的研究成果 卖给你无法 你不熟悉或是你无法信任的管道 就是Explot其实就像武器一样 就是当你不知道它会被如何使用的时候 你就不应该任意地出售它 对 好 那最后讲一个真正的一夜暴富 就我前面都开玩笑的啦 就是区块链bounty 这才是真正的一夜暴富 就是区块链其实有很多跟binary相关的技术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immunify的平台 它是一个web3的bounty平台 那上面有很多区块链的project 那金额都开得相当高 像是这个wronghole 它最高可以给到你1000万美金 你可能觉得这在唬烂 你怎么可能拿到1000万美金 事实上就是 今年还真的有人拿到 直接创下这个bounty的记录 大概是3亿的新台币 对 那有兴趣的人可以研究看看 就是今天回家开始就开始看区块链的bounty 好 那接下来来聊一些我之前 有回报过 然后有拿到钱的漏洞 跟找到他们的方法 那我把找洞的方法分为这几种 基本上就是分为脚踏实地 就是你实际去看soft code跟逆向 或是靠phazic 然后 比较有趣的方法我觉得是抢头箱 就是你去看新出的目标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新陈则灵 就是存运气也可以找到洞 好 那边有 这边有举几个脚踏实地的例子 就是像三年前 我有稍微研究一下三星的trust zone 然后 运气好找了一些相关的洞 然后写explore 又拿到无位数的美金这样 那对这方面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关注神送的韧体的更新页面 你可以去看之前有 被找过什么样的类型的漏洞可以研究 然后我去年在那个DDI的program 就是针对趋势的产品也跟朋友合作 有找了一些漏洞 那我们主要就是 pass了蛮多的patch 所以也是有拿到五位数 五位数的美金 对 然后再来就是像一些IoT类型的 这边比较简单 然后 就是无聊也可以看一下 也是有五位数的美金 的样子 对那IoT比较少自己的帮体 可以考虑回报给ZDI 或者是SSD 好 第二个是挖矿致富 就是透过fuzzing去自动化的挖漏洞赚钱 那我觉得这是一种研究人员的被动收入 那我之前主要是有在Fuzz Windows的一些parser 就是因为我之前那个硕论刚好就做fuzzing 就是找一些东西来fuzz 那有像是之前HeatCount的那个 LNK的答案格式 那时候好像每一个POC的奖金 是三万美金这样子 那Windows比较像是就是找 Attack Surface大赛 或是你去操作一个大赛 就是你看大家在挖什么 你就跟着挖 那你可以关注每个Pension Tuesday 你可以在每个Pension Tuesday的时候 关注就是微软这个月修了什么动 对Pension Tuesday就是每个月 第二礼拜二 微软就会释出当月的patch 然后再来就是ZDI ZDI上面超多人在Fuzzzing 就是每个一阵子都会流行 Fuzz不同的软体 对有兴趣可以看ZDI的Advisory 看看大家都在回报什么样的漏洞 然后尝试Fuzz看看就是说不定会发财 然后最近在流行可能就是FoxyReader Adobe的软体 这些Advantech之类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大家 大家都在Fuzz什么样的东西 好 第三种方法呢 我称为抢头箱 抢头箱是什么 就是针对那种刚推出的Bounty Program 或是突然有奖金的项目 就是 像前年的Pungtoon Tokeo 就是NAS第一次出现在Pungtoon 然后感觉我觉得是蛮有搞头的 所以我就找了队友 就是花了一个下午串了两个exploit 想说看去抽签能不能抽到 第一个抽到我 结果真的抽到 就是我们第一队打 然后最后就拿到第三名 然后跟两万五美金 然后我们一直笑的是抽签比赛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队友的经验 就是Samsung的Bounty Program 他在2017刚推出的时候 就是没有什么人参加 然后那时候回报了一个 Gatekeeper的Translator 的Stackover Flow的Explorer 对结果拿到九万美金的惊人数字 对 可能是预算花不完 就是这样子发 对那抢头箱就是你可以 大家可以注意每一年Pungtoon 有没有新出一些新的目标 像是前几年的NAS 或是印表机 或是Parallel Desktop 都是一些比较新的项目 都被大家打烂这样 然后今年新举办的Pungtoon Miami 也是被打烂 就是参赛者受访的时候 甚至说就是他们参加过最简单的竞赛 Pungtoon 最简单的竞赛 所以漏洞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你永远会后悔 就算买房子一样 你永远会后悔说 怎么没有早点看 所以大家今天回家就可以开始看 最后一个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方式 就是漏洞研究员的最高境界 你平常个人就不用去找漏洞 你让漏洞来找你 就是 基本上就是存运气 这里举一个Edge的UF的Case 是我当初找到的 然后来demo一下 就这么找到的 好 那基本上这个漏洞是 我在阅读一篇技术文章的时候找到的 那 你基本上就是把那个 阅读器打开 然后再把 某一个开关打开 再关起来 就会触发UF 就这么简单 那当初我也没多想 我就想说 微软这个乱器写得太烂了吧 就是 可是这好像没有什么用 应该没办法打 可是我隔天啊 隔天越想越不对劲 所以我决定 不然来分析一下 搞不好可以赚一个CV 所以我就写了一篇简单的报告 然后就送出给微软 那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 Broadset Process的UF 然后回报过了几天 微软就说 你好棒 然后给我三万美金 所以我现在其实没事 就会拿这个漏洞跟配偶炫耀 你看 咚咚键盘滑鼠就可以赚钱 看到你对你内心的想法应该是这样 看 这样就可以拿钱 对 就是这么简单 大家今天回家就开始按 那第二个例子也是瘤蓝器漏洞 就是 这是我在尝试写Edge Father的时候找到的 但是 其实我Edge 我的 Father其实根本还没开始写 然后就找到这个洞 就是我只是搜集了一些Chromium的POC 然后就crash了 后来一点时间分析 发现是 微软改过Chrome的code 所以在Edge特别容易出发 对 那应该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没有其他人发现 那这个也是减到七千美金 然后这边我讲一个秘诀好了 就是很多Chromium的洞 其实你是可以用手按出来的 就是一些UI操作 就可以找出那些洞 对 那大家可以去那个Chromium的Disclosure的page 去看一下之前有什么是被按出来的洞 自己也可以尝试看看 那总之结论就是 就是你不要害怕被拒绝而不敢去回报漏洞 然后还有就是 机会真的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你平常就应该要去累积专业知识 然后 否则漏洞就算掉在你眼前 你也不会发现 然后这里讲一个小秘密就是 你从今天开始改用 像ASM版Modcomium上网 ASM会加入一些Round Time Check 所以你戳到漏洞的时候 他会直接告诉你 对 那如果你真的这样拿到Bundi的话 就是拜托分我一点 这是我的钱包 那最后我会来讲一下那个 我剩三分钟可以讲 分享一下我在 回报漏洞的时候的一些小技巧 就是正确的方式 可以使你的奖金提升 首先 推报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报告的专业 写报告甚至可以 可以说比写Explay还要重要 那基本上几个重点 就是符合格式 然后叙述详细的内容 然后附上POC或者是影片 然后你应该要从研究员的角度 你可以从研究员的角度 去建议对方怎么修补这个漏洞 对 那微软跟ZDI也有给报告的范例可以参考 那我自己是觉得诚意真的很重要 今天你不管是多简单的漏洞 你可能一行就写完了 但你好歹也需要包装一下 不然人家也不好意思拿你那个一行的code 去跟老板说要申请奖金 那总之就是 回报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报告专业 那以重要程度排序 我觉得是重现方式跟POC 会大于等于分析 再来才是exploit 就exploit其实最不重要 但也是有些厂商他会比较想要看exploit 这不太一样看规则 然后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研究员跟工程师想的 其实不一样 研究员认为我都有exploit了 那应该就是很棒的报告啊 可是 你应该要站在工程师的角度来看 就是把漏洞补好 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此稳定的重现跟分析 有时候才是厂商所需要的 那总之 邦体 邦体规则就是一切 就是拿钱的不是写出exploit的人 是符合规则的人 第二个技巧是先上车后补票 假如你今天找到一个漏洞 可是你短时间内 你觉得你说你没办法分析出原因是什么 那你又怕被补掉 你自己就可以定个期限 就是说 先送出一个简单的报告 然后之后再慢慢看 再去送出详细的分析 或是详细的exploit 不过今天有一个相反的案例 就是假如你今天找到一个很棒的attack surface 你怕回报之后 厂商一次性把它全部补掉 那这时候你可能就是可以囤积报告 然后一次性的送出 那我这边也讲一个我当初跟队友的经验 就是我们当初在看神送的时候 有发现他trust rate在开发上有一些问题 犯了一个基本错误 导致许多的trust rate都有type confusion的问题 所以我们决定花一个礼拜 把所有exploit写出来 然后一次性的回报 那最后我们得到十多个critical的CV 然后神送也直接跟我们讲说他怕了 就是你后面再送这样的动物我就先不熟 我就先去修补了 对那就是当初找到那些CV 就是10.0的CV刷一票 对这是当初很厉害的队友找到的一个问题 好那第三个技巧是隐分身之数 就是有一些公司他因为policy的关系 他一个报告可以给你的钱 其实是有上限的 如果你今天把一个完整的exploit写在同一个case 那你可能拿到的钱反而没有那么高 对那所以这边讲的技巧就是 你其实可以把一个exploit chain 分成不同的case来回报 举例说你可以把rc拆成leak 跟overflow两个case 或是把多个case使用同一个leak的洞 来串多个exploit的圈提升奖金的上限 像微软跟三星就比较适合用这种做法 对Google的话就没有必要 就是Google其实都会处理得很好 好那边讲一个小 这边讲一个小八卦是微软感觉 以前感觉很喜欢就是merge case 他们很喜欢把不同的case 研究员回报的不同case merge 成同一个CV 那这也造成之前有研究员抱怨过说 诶我这两个low-down根本长不一样 你还把它merge在一起是这样 然后但同时也造成就是bounty也变成一笔这样 就是之前有被抱怨过 那我甚至很怀疑他们内部是不是有比赛 就是有人就是有没有 有没有人可以用一个patch修好最多的bug这样 那最后一个技巧 呃第四个技巧是距离力增 就是简单说就是vender也会出错 vender不一定是对的 如果说他钱发太少或是他让你等太久 其实你都可以写信去问他啦 可以主动一点 之前的经验就是他们可能真的发错钱 都是漏掉了 那当然最后你还是要尊重vender case 不要变成backbounty 那这边也分享一个朋友的惨痛经验就是 他回报了一个pre-authed RC 给vender 然后拿到500块 当时觉得好像有点低但是漏洞也很简单就算了 后来一直到了CV下来之后才发现 原来是因为RC被当成XSS 好那最后一个技巧 最后一个技巧就是穷追步舍 那追什么呢 追patch 厂商一出新版你马上去看 通常会没有修好 第一个另外一个是追commit 就是有一些研究员像是空棉的研究员 他们会去盯某一些特别容易写出bug的开发者 对然后去盯着他们每次送新的call我就看 对 那这边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就是我曾经回报一个漏洞 然后后来修好了 然后我也拿到CV了 可是我逆向之后发现厂商跟那个完全没修 所以我把同一份报告回报回去 顺便告诉他你要怎么修 然后后来又修好 又发了CV但还是没修 这件事情重复了三次 然后我也拿了三份奖金 对然后后来他终于修好之后 我发现他可以被绕过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照我的说法去修 然后这时候其实已经过去了一年 对 所以厂商其实也应该好好的看一下研究员的建议 怎么修漏洞 对 好那最后是我给新手猎人的一些建议 就是说 你可以先从小目标找起去培养你的信心 然后你要相信那些高额奖金不是天方夜谭 他是可以真的可以没拿到的 第二个是你应该要去累积你的背景知识 所以在机会出现的时候你才能去把握 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应该要 平常就关注各大漏洞的相关资讯 让自己保持跟着研究的潮流 那再来就是奖金不是最重要的 就是可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 学习的动力或者是一种挑战 然后最后我引用一句ORANGE 在2016演讲的一句话就是 勿交金自满 勿忘初衷 那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 那QA一下 有人要QA 欸我没有时间QA了对不对 我们先掌声 呃 谢谢一下Less这样子 对那我们 我们现在在真彩就是research intent 如果你对Binary Explore有兴趣的话 欢迎到我们摊位或是扫着QR Code 好那虽然说没有时间QA 但机会难得 我们还是开放现场 有没有想问问题的听众 那有的话可以帮我们举个手 欸好 这边有一个人想问问题 想要问你在 就是过去这两三年总共 是 拿了多少奖金 呃 我只要问问题的这位是Google工程师 所以其实我也蛮好奇 就是Google工程师过去这两三年 拿了多少奖金 我大概可以讲的是 奖金超过六位数美金 大概是六到七位数美金的range 好那我们 呃 呃 网站上也有问题 他说 好想当Less 他说 Windows Kernel中 如果挖到Norpoint De-reference 你会直接回报给微软吗 听说已经不收这类型的洞了 呃 微软我刚讲过嘛 他们的个性就是喜欢改来改去 所以这种case 我会建议说 你直接回报给微软 然后看他们怎么说 对 那过去其实 呃 Windows Kernel的Norpoint De-reference 事情况还是有机会拿到钱 只是现在只剩下了 两千美金那样子 好谢谢 那最后带我们鼓掌谢谢一下讲师 那最后带我们鼓掌谢谢一下讲师 谢谢 谢谢 谢谢